潮汕人不论贫富早晚都会喝一碗粥 而宵夜的这一碗粥更为重要 每天夜幕降临 吴振成的夜粥店就开始人头攒动 汕头的夜粥绝非字面上的喝粥 各类海陆空食材阵容豪华高达四百多种 而这些却全部归属于白粥的配菜 配菜在长达十几米的点菜台铺陈开来 即便是熟客也会躊躇不定 难以选择 这里没有那个点菜团 其实这里就是点菜团 你喜欢吃哪一种鱼 喜欢吃哪一种卤味 它少一煮我们就把它吃起来 本地人和夜粥必点的三类配菜是 卤水 鱼饭和生烟 吴振成是惠来人 这里主打的卤水惠来美食龙江猪手做了十八年 2000年 吴振成怀揣着五万块钱 凭借着祖传制作龙江猪手的秘方 来到汕头开始经营夜粥店 一般我们选用这个就选用它比较肥大 你看到这个皮 鲁起来到非常经历交易了十多年了 所以它把最好的至少都留给我们 买回来的猪手先得一支支进行脱毛 一道卤猪手能成为十几年的招牌菜 离不开吴振成对每一道繁琐制作工序的较真 猪手在火力的作用下 表皮收缩 烧至猪皮变硬 再放入冷水中刷洗 每一个缝隙都不放过 一冷一热 不仅能将表皮的细毛清理干净 也有助于猪手最后形成Q弹的口感 我做猪脚到现在四十多年了 我辞多岁就学它做龙江猪脚 小时候读完书 然后就来帮它吃猪脚 洗猪脚 洗净的猪手 顺着关节位分成三段 按大小依次马入锅中 倒入卤水就可以开卤了 卤制过程看似相同 但口味却各有千秋 是否正宗取决于这一锅卤水 我们龙江猪脚一个做法 就是油滚油 它这个肉质比较香吃了油 它每天这么翻滚 它就会更香 经过密制卤汁三个小时的熬制 猪手色泽红润油亮 成成诱人 肥而不腻饱含焦脂 靠着这一道精心烹制的猪手 吴振成在汕头餐饮界站稳脚跟 时至今日 菜式选择如此多样 这道配菜依然独占老头 生意做大了 配菜显然不能只有卤水 一有空 吴振成便往海边跑 为了能拿到第一手海鲜 吴振成甚至入股了六艘渔船 常常跟着渔船出海 图的就是能优先选购 朝菜对食物的原汁原味极为看重 食客非常讲究原材料的新鲜 昨天卖剩的货 你今天来煮给我们朝生人吃啊 他嘴特别雕 他咬的顾客一下子就吃吃 你这个小遗产 不是今天的 今天天气不好 两次下王 只收获了三里鱼 吴振成有些失望 一部分将被吴振成制作成叶舟配菜中的打冷 打冷是指各式冷盘熟食 新鲜食材做熟后等凉冻后再吃 风味别致 吃叶中被称为美食毒药的生烟海鲜是最后的滞味 腌制以酱油为主料 再加入香菜 大蒜 辣椒等配料 浸入高蟹 三眼蟹 蝦菇 海虾 血酣 生蚝等海鲜 现进现吃 食过之后再吃熟食会索然无味 一般会留到最后搭配叶粥 无论海边鱼蟹还是地头瓜叔 所有的波澜壮阔轰轰烈烈 最后要辅佐的却是一碗简单质朴的白粥 这样的竹语刺延续百年 早年间叶粥得益于走江湖的潮举戏班 人山人海中商贩单售叶粥的生意应势而长 潮汕严海炎热 地少缺粮 少米喝粥已成习惯 叶粥店配菜各个摊档不同 但必有白粥 吴振成深知这位主食的重要性 店里每逢新来的员工 他总要把主粥的秘诀反复强调 它这个水一开马上要讲 它才不会粘锅 这么一点米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水 不会的 等一下它熬出来 它这个有比例的 我们下三网米就这么多水 不用几个小时 十二分钟马上就能解决的 很辣 潮汕的粥 水米比例适中 沉淀十几分钟 在热力作用下形成一层粥浆 米浆稠而不烂 配粥的杂咸 脆瓜 乌懒 咸菜 多达上百种而不重样 一碗白粥下肚 貌似平淡的滋味成就百千配菜的鲜香 一天的奔波劳顿 也被这白粥当地地没了踪影 和内地不同 没有绵延的土地 面对大自然的严酷 在大海密室的老广们 只能把主食的主意打在鱼的身上 凌晨两点 饶品景州镇的水产批发市场 灯火通明 渔民的一天 从这里开始 和其他前来交易的人一样 林玉华要趁早到水产市场买鱼 才能挑到第一手的优质海鲜 做鱼饭的话 常用的那个鱼种的话 有那个巴浪 花鲜 秋刀 这些的话就是比较常用的那个鱼种 黄墙 还有那个红口 这些的话就是比较贵一点的鱼 林玉华所说的鱼饭 到底是怎样特殊的美食呢 鱼饭制作虽然简单 但前期工序却全都是手工活 清洗是关键的一环 我们都是用那个海水来进行一个清洗 还有一个腌制的过程 海水的话因为它是很有一定的淫度 这样子的话那个鱼生 等一下煮完了以后它会更加硬生一点 传统的鱼饭制作不用开肚去塞 洗净后 另一个关键步骤 就是将鱼摆放到刷洗干净的竹篮里 它的头巢下40度角 围成一个一朵花一样 中间的话它有一定的那个空间 才是为了煮的过程比较难煮 能把这个鱼煮熟 摆盘撒盐 每天同样的动作 要重复几百次 2015年 在外打工的林玉华回家 跟着有30多年卖鱼经验的父亲 学习制作鱼饭 把一个小作坊做成了大鱼行 鱼饭的种类 已经不局限于传统便宜的花仙鱼 巴浪鱼 菇鱼 还多了黄角栗 纳哥 青鲁等十多个品种 林玉华煮鱼 除了海盐水 还有一位秘方 这个海水的话是直接那种大床 然后出到沿海去把这个海水拉回来的 因为以前传统的鱼饭都是直接在床上 直接用海水煮的 煮鱼的水准备就绪 腌制了20分钟的鱼 也准备下锅了 为什么要加这个塞枕呢 就是防止这个鱼在蒸煮的这个挂层中 它不动挂得不便行 包括我们最上面的要加那个重物 也是为了在蒸煮的挂层保持它的美光 无需任何调料 要的就是淡淡的鱼腥气和海水的咸味 等待猛火煮上15分钟便可出锅 古书中将蛋鸣称为不食利者 在没有冷冻保鲜技术的旧时 出海即日不归的渔民 为了保存食材就地取菜 在船上架起铁锅 取海水将鱼煮熟 回航就可以售卖 煮熟的鱼用热水淋在鱼面上 去除泡沫 让篮子里的鱼汤流出 晾凉后 一份完美的鱼饭才算大功告成 外乡人第一次吃鱼饭都会惊讶 鱼饭鱼饭为何只见鱼不见饭呢 鱼饭是没有饭的 主要我们这个鱼饭蒸煮出来以后比较鲜甜 可以当成那个饭吃 新鲜至优的鱼饭 外表鱼色富有光泽 鱼身兼品硬质 干香不输米饭 营养堪比主食 鱼饭绝非浪得虚名 製作好鱼饭 林玉华要趁新鲜送到街洋售卖 三十多个品种四百多筐鱼 这是林玉华一天的销量 每天只要是林玉华的鱼饭 总能在一个小时内被抢扣一空 这些鱼饭 明天将出现在潮汕人的餐桌上 而忙碌了一天的林玉华 总算可以回家吃饭了 鱼饭的标配便是一叠浦宁豆瓣酱 用简单的方法唤醒惊艳的滋味 像煮饭一样煮鱼 像吃饭一样吃鱼 变为鱼饭 这种在大海里诞生的淡民主食 本是无奈之举 却成就潮汕人难以割舍的滋味 鲁是种历史悠久的烹饪方法 宋朝时便有记载 但是全国唯独潮汕人最忠情于鲁 鲁味在潮汕人的心中 一味假天下 陈俊杰北漂了二十多年 如今决定回汕头老家创业 当厨师的他第一想到的还是做鲁味 但是他心里没有底 因为他以前做的都不是潮汕菜 所以今天特意带上儿子 来当地几家著名的鲁味店试菜 他拿鲁水当香味 吃完了食里面 他有一个肥香 他的第一也是取杰一双食材 我一吃了他家的鲁水大肠 肯定是当地的 汕头南澳大脚底的这块沙滩 每天潮起潮落 迎来很多小鱼小虾枣类等海洋生物 这些高蛋白的天然饲料 就变成了海鸭子的美餐 陈俊杰今天就是来找这些海鸭子的 他都没有脂肪 而且我们这个老鸭一般都是三粮以上的 像这种海鸭的跟咱们那儿匡羊的 那个也是老鸭 那味道差别差别可大了 他这个老鸭他吃完了气躁不上火 而且它的肉有糖性有酒精 陈俊杰回汕头前 在北京全聚德当烤鸭师傅 如今回家创业做卤味 思来想去 还是离不开老本行 做鸭 卤鸭 今天陈俊杰带上老鸭母 去前美村的陈静安家 准备给汕头的朋友们 试试自己做的鸭子 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汕头做美食可不容易 汕头人对吃最挑剔了 пит哭 欢迎来 来来 平时吃老鸭不吃 摇摇堆一口 不不不 无人家的酒 大家能来吃一口 要吃出来 好 来 来 来 煮一下 好友黄喜松也是做美食的老行家 在汕头的菜市场摆摊摆了三代人了 最拿手的便是卤猪脚和男乳肉 陈俊杰要做的便是卤水老鸭 众多调料下锅 秘制齿油便是卤水的浑 不同品质的齿油决定了卤水风味的极大不同 等卤水烧开 把老鸭放入其中 不断翻转 让其表皮均匀上色 大火煮半小时后 关到小火煮一个小时 再关小只剩一点火苗 闷上一小时 如此使得卤水完全入味 卤水老鸭母 陈俊杰坚持用手撕 顺着鸭的纹理拆肉 这样才能保存鸭肉纤维的完整性 黄喜松今天要做的是南乳肉 配料简单多了 南乳汁白糖即可 一条五花肉便是主角 调料下锅等汤汁沸腾放入五花肉 蒙火炖煮二十分钟 再改慢火煮二十分钟 这样才使得肉鲜嫩入味 捞出趁热切片 摆盘凌汁 南乳的香味和卤水的香味 风格各异 无需入口 一文便汁 要资料 美食 美食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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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 三碗 一碗 来烤菜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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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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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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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る 来 这 都会酱c 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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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都会酱c 卤水老鸭早已被风干 卤水的风味和老鸭的肉香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摆在桌上 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股特别的味道 老鸭皮爽口不腻又嚼勁 清香四溢 南乳肉一道嘴尖 肉块绵软嫩滑 南乳味刚好解了五花肉的腻 陈俊杰的卤水老鸭 既然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 便快速地开启了自己的小店 这也是他北漂二十多年回家后的 立命之本 陈俊杰的小店开了不到一个月 就被附近的街坊们认可了 每天可以卖出九十多只卤水老鸭母 老鸭是咸香的 陈俊杰心里却是甘甜的 他已经在盘算着开新的店了 桂林有什么地道美食 桂林米粉 啤酒鱼 很多来过的游客会脱口而出 其实在解放前 桂林一直是广西的首府 很多广西传统菜都在桂林得以保留 每天早上七点 荣湖边上的湿州铺就忙开了 义工龙志鹏会经常过来帮忙 作为桂林当地知名大酒店的行政总厨 龙志鹏非常在乎每一碗粥的出品 他觉得做工艺更要讲究品质 幸福湿州铺每天为附近的孤寡老人流浪汉 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 一个馒头 一碗粥 就是湿州铺的标配 今天龙志鹏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 好朋友从香港回来说句句 点名让他做几道桂林老菜 因为在外地吃不到 馋得很 这第一道菜便是水浸鱼 身为大厨 龙志鹏很是讲究 特意到玉龙河里来钓野生黎江鱼 水浸鱼顾名思义就是拿开水把鱼尽手 所以鱼不能太大 按本地人的说法 以前桂林山区穷 家里没有蒸笼 所以煮鱼就是开水烫的 这道菜便流传了下来 自从梨江禁止养鱼 现在的鱼都是鱼塘里养的 要想吃到天生没有泥腥味的草鱼 龙志鹏只能来玉龙河里碰碰运气 看能否钓极为野生草鱼 半天下来收获不错 第二道菜叫桂花香芋盒 你听名字就知道芋头和桂花是主角 桂花香芋盒必须选用当地的特色品种 厉谱香芋 厉谱香芋个头大 味道甘香软糯 在清朝康熙年间被列为广西首选之贡品 将鱼肉用孔雀刀法切好 山泉水下老浆煮沸 收至微火 不断地用热汤均匀地淋上鱼身 待鱼皮定型 再放入90度的温水中浸泡7分钟 猪油起锅 爆香酸笋 酸姜 酸椒 入生抽 蚝油 白糖 微滚后加入同量的老潭酸水 挂薄芡即可 将浸熟的鱼捞出 摆盘浇汁 这就是地道的桂林传家酸汤水浸鱼 把粒谱芋头去皮切块 放入锅中蒸熟 这是蒸好的 拿这个压力锅把它蒸透 水分不够它就不会沾 压力锅是最好的 芋头蒸熟以后把它和起来 芋头泥 把蒸熟后的芋头搅拌成芋泥 包入酒酿桂花糖 加入点碎花生 口感更棒 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种形状 油锅烧热 大约六成油温 下桂花香芋盒 待浮起后再炸一分钟即可捞出 选桂北青头鸭 现沙 把鸭血倒入盘中 加入酸水混合 起热锅下少许茶油 下香料海椒蚊香 摇山老姜 带皮五花肉切片炒香 再放入斩好件的青铜麻鸭煸炒 不断沾入低度米酒继续翻炒 再加水开大火 待汁烧浓稠转小火 放点魔芋 紫浆 酸椒 酸芋苗等 出锅前最后加入醋血翻炒均匀 地道的桂林醋血鸭就做好了 奖场一家是老桂林人了 只是现在定居在香港 平时压根找不到地道的桂林菜吃 趁着回家一趟的机会 这不马上盯上龙质棚了 谁叫它是大厨呢 水浸鱼跟广东的白切鸡很相似 骨头见血 肉熟到恰到好处 比起清蒸的鱼来得更为滑嫩 酸汁提升了鱼本身的鲜 再配上酸笋 一口下去 棉中带脆 香中藏酸 口腔里马上变得美妙起来 现在不是老师傅做不到了 年轻一些都硬盲掉了这个传统的 这鱼是鱼肉锅里面掉的 我今天转个掉的 鱼头都转个三个挖的 难得回来一次 就像吃的除血液 从家乡的土菜 你在外面就吃不到海角味香 其他的血液它都没得海角味香的香味 特别的香玉味迎面而来 满嘴的清甜 当牙齿咬破玉皮 酒酿桂花更浓郁的香甜味便冲了出来 两种不同味道不同程度的冲击变化 在嘴里刹那间完成转化 就地取材的原料 当地传统的烹饪 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 讲厂说 无论去到哪儿 味蕾的记忆 唤起的是外出的人 对家乡最真挚的想念